大家好,欢迎走进老兵说武器 我国的海军方面应该是所有国家当中发展的比较晚的一个 但是在这一方面,我国并没有落后 也没有为改变这一境况再做一些调整和研发 而这样的方式明显起到作用 从最开始,我国的航母需要购买到现在自主研发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改善 而今天要说的是即将服役的055驱逐舰 这对我国第一艘万吨级的驱逐舰 还有一个让人不明白的原因 就是因为055大驱虽然还没有服役 但是已经建造了6艘 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难见到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国有如此自信 再没有服役之事就建造了6艘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就来源于它本身非常强劲的实力 因为是现在正在研发的驱逐舰 就加入了现在非常多的一些衔进技术 这艘驱逐舰的满载排水量能够达到12500吨 是我国第一艘万吨级驱逐舰 这样的万吨级驱逐舰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我国会直接造6艘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大型舰艇在当前的军事武器领域当中非常的吃香 因为各个国家的军事方面发展的都比较好 而且这样的大型建造就需要一些更多的技术投入 就在一些新型武器和型号方面的需求非常多 第二个原因就是055驱逐舰上所携带的最新装备 比如说最新技术的升空阵雷达和武器携带的发射舱 在055驱逐舰上很常见这些东西 并且这些方面还加入了一些自主发动的装置 这样能够做到更加的信息化操控减轻人员的伤亡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主要制造厂江南制造厂商竟在进行搬迁 而搬迁之后制造地点和交接地点就比较远 这样在运载上就存在非常大的困难 自从我国的055大区亮相以来就收到非常多的关注 从一些信息透露之后得到了比较多的好评 也是让大家觉得可以趁这个时间积极完成建造 武器作为国民最坚强的后备 一直是跟国家能够挺几几两的东西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也并不属于其他国家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收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